今天我們來到神戶 我們打算吃神戶牛柳 我打算下午吃應該比較便宜 因為這位先生喜歡吃牛肉 所以我加了這個行程 今天是完全為他而甜 我還沒吃過 我還沒來過神戶 我也是第一次來 所以今天給大家和我這個神戶牛柳初體驗 我們今天去的神戶和牛店叫王秀 上面看到的獎項 全部都是說他買了最漂亮的和牛的證書 店面不算很大 只有三張鐵板燒桌 所以我們都建議要訂位過來 因為下午我們走的時候都開始多人 晚上相信就會更加多人 餐牌上面會分三種不同的神戶和牛的等級 我們就吃中間的120g 來到的時候會看到油脂分佈是非常漂亮的 吃鐵板燒的神戶牛柳 最開心就是可以看著師傅在面前 一直幫我們烹調的過程 我們還點了兩件和牛壽司 看下去是不是半生熟非常吸引 我不客氣了 這個壽司是超級好吃的 它的口感是融化得來又有咬口 然後牛的味道又不會過於肥膩 又有慢慢淡淡慢慢變濃的牛味 然後很好吃啊 雖然它800日圓1.9 即是50多元我覺得很划算 超划算 當我們還沉醉在壽司的時候 師傅已經差不多煮好的和牛粒 可以給我們上碟吃了 很香的牛油味 但我們不是買最貴的 所以應該沒有入口食用的感覺 吃完和牛之後 還會用和牛的牛油去炒一些芽菜 讓我們配飯去吃最後一口飯 真的很圓滿的一頓 超飽的情況下 我們依然決定再和牛壽司 因為真的很好吃 這頓飯雖然很貴 差不多400元一個人 但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體驗 鏡頭一轉 我們已經去到動物王國的入口 那天非常多人 因為日本十年休的關係 是人山人海 你會看到全部都是人頭 這個神戶動物王國最大的吸引力 就應該是和動物很近距離接觸 不會有太多的籃 太多的籠 去圍著動物 就會很close地和他們一起互動 當一隻熊殼在努力找他的朋友的時候 另一隻熊殼其實已經在人群中穿插 還有他有這隻非洲雀 我忘了他叫什麼名字 但他的樣子很蠢 但他的身形超大 當然有一些動物 可能他比較膽小 不適合和人群互動的話 都會在一個圍欄裡生活 而今天最大的目的就是看這些水豚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是很喜歡水豚 而這裡是有很多隻水豚 可以讓你任去摸和互動 你看我好像小朋友一樣 和旁邊的小朋友一起搶摸他們的水豚 而且他們是自由活動 所以有些水豚可以在你背後突然走過來 然後他去自己找你 也不是一件出奇的事 剛才那些互動區裡面的水豚 都是成年了成長了 一些BB 嬰兒時期的水豚 就會在一個保護區裡面 不需要和人類去做一個互動主機 要讓牠們長大了才會出來賺錢 除了一些小型動物之外 這裡也會有些大型動物 例如有熊癮 牠們會在一個很大的範圍裡活動 不會混在一個龍那麼小 而有些展館會有樹枝擺設 一些會爬樹的動物就可以有選擇權 你喜歡在樹枝上休息也可以 你喜歡的話也可以和人類去做一些互動 我喜歡你看動物的樣子 牠很開心 離開了室內的區域 去到室外 就會有一些企鵝在這裡 或者有些羊咩咩 可以給小朋友買一些資料去餵牠們 我看到小朋友都玩得很開心 還有一些馬仔和駱駝 可以給小朋友去付錢自費去騎 關於騎駱駝 我有一個經驗 其實我小時候騎過 我以為那些駱駝的風很軟 很彈 很彈 好像布丁 誰知我一騎到上去 原來是硬的 然後我就很害怕 然後我就哭 然後就要扭回來 然後自此我就沒有再騎過駱駝 我也沒有想過再騎駱駝 不需要擔心動物 要長期跟人類去接觸 給別人玩 他們都有放小息的時候 自己跑一下吃東西 到最後我和男朋友 就買了一些資料 回到最大的鴨仔區 去餵鴨仔 很好玩 其實100日圓就會有一盤的食物 隨意自己選擇喜歡的動物去餵 我們都玩了差不多3小時左右才走 我們去完那個動物園 如果大家喜歡小動物的話 我覺得這裡真的很好 而且帶小朋友來 又是很適合 因為我覺得這裡有一點教育意義 比起普通一個動物園 你可以很近距離 可以摸 然後可以餵牠的鴨仔 就令小朋友沒有那麼害怕小動物 餵完動物之後就要餵自己 不知道為什麼走完動物園 之後很餓 就去了吃吉列牛 這一餐就不是在計劃之內 其實純粹在神戶逛逛逛逛逛 經過 應該都在全國很多分店 我們點了一個是和牛 一個是普通牛 吃下去我覺得便宜一點 普通的就已經很好吃了 就不用特意去點一個比較貴的 我們在神戶車站附近 走了一會之後 就回到大阪 就吃蛋馬屋了 這間是我和我男朋友第一次一起去旅行 都是大阪的時候吃的一間分店 所以對我們來說是一個特別的回憶 這間餐廳是採取放題形式的 所以肉是可以任點 然後菜和配料都可以在外面自在區拿 對 我們第四天的行程真的差不多了 今天也是很累和很豐富的一個行程 希望你們喜歡看今天這個Vlog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和星期六的下午3點和星期日的下午12點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